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潘兆聪 恐怖在戰 我前陣子有個男生跟我說了一個在印度的酒店 有一個靈體我都覺得頗大力 首先房間有近床的地方是地毯 從門到床以外是木板 晚上想睡覺差不多睡了 自己的電話在書桌上整個電話是推到地下 他心想以為自己的電話是放得不正 他沒有理想起床再收拾 後來聽到地板就有人走路 他心想如果你有你走的就盡量走木板 就不要走過來我那裏 你有你的氛囊有我的範圍 當他想到這個時候 床就閉上了 他又閉上了 還有一個肥老的 因為兩個特別人物 我們一向都知道 是嗎 是有人見過的 這個市主 我想這個人物應該是女人 因為這個是男生 然後脫了 他就開始害怕了 害怕一害怕之後 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他就沒多久 他想著黑眼不理 床旁邊整個位置 感覺到整個人睡了 睡了在那裏 睡了在那裏之後 這個男生很健碩 做健身那些很健碩 他的手去到一半的空中的時候 是整隻手被人推翻 嘩 這麼厲害 就是這麼厲害 之後他就 他是類似西方的宗教 他就練了一些經文 但是初時他想念的時候 就是 那些聲音 就是出不了聲音 說不了話 但是後來他用了心念 後來他就感覺到他走了 嘩 即是這間 印度酒店的房間是你們 全部出名的了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女人 和一個很餵食的肥佬 對啦 他的性格你都知道了 知道的 因為那個肥佬是 譬如我們去印度 因為地方 我們不敢吃酒店 那些東西都不太敢吃 因為很容易肚子 那我們會帶很多東西吃 有些同事會帶很多零食 那去到就會 在書桌上 他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聽到有人撕他的薯片 嘩 真是餵食 噢 但有沒有真的吃過的 有沒有真的開過的 我們都很害怕 但是醒的時候是沒有的 但是知道 有些人看見是穿白色衣服 衣服 肥佬一個 在耳邊說話 但為何還敢住呢 為何不住這個房間 但是他是浮遊的 噢 即是到處走的 主要那一層 可能是今晚這間房間 明天就是那間房間 如果那個女的 就會目標一些男同事 哈哈 那個餵食那個 看看有沒有食物 可能是 對啦 對啦 但我們後來沒有住這間酒店 是 現在就很開心 離開了 因為基本上每晚都會發生 只是同事遇到 說不說出來 或者是 他遇到都假裝沒事 印度是哪裡 叫Bangaloo 班加羅爾 哦 幸好我們都不是 會上去 哈哈 哈哈 就是這樣 明白 你剛才看到的 只是恐怖在線部分的精華片段 想看完的話 很簡單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1點半鐘 登入去admonpoint.com 就看完全部的節目 是免費的 但你也可以 自己下載 下載 什麼時候看就什麼時候看 這就是一個月費 聲音的 25元 看完視障的 就35元 任君選擇的 只要登入去admonpoint.com 找到一個付款方法 你就知道怎樣付錢的 很簡單 有PayPal 支付寶 銀行入宿 甚至上來我們 太古人夫七樓 付錢都是可以的 不要想太多了 立即行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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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